数据集的操作 SET语句 SET语句是数据集操作中的一个基本语句 用于从一个或多个已经存在的数据集中读入观测数据 生成新的数据集 SET语句的基本语句格式如屏幕所示 在SET语句中 数据集名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如果数据集名只有一个 则直接从该数据集中继承数据 如果数据集名有多个 则应考虑采用何种方式将这些数据集拼接起来 在SET语句中 每个数据集名后面的选项 用来规定 在读入该数据集时 对变量和观测进行的操作 如果不试试选项 则读入数据集中所有的变量和所有的观测 基本的选项有 Keep等于变量名 规定 读入数据集时 要保留的变量 Job等于变量名 用来规定 读入数据集时 要删除的变量 Rename等于 括号 原变量名 等于新变量名 规定 变量的新的名称 Wear等于括号表达式 规定 从数据集中 选择满足表达式的观测 FirstOBS等于N 规定 从数据集中的DN行观测 开始读入 OBS等于N 规定 到数据集中 DN行观测 结束读入 By语句 在数据部中 By语句的作用是 规定分组变量 经常与 Set语句 Merge语句 Update语句 和Modify语句 等联合使用 用来对数据集中的各种操作 进行控制 其语句格式 如屏幕所示 在By语句中 数据集中的观测 是按照 分组变量的声序排列 数据集的串接 数据集的串接 是指将多个数据集 纵向合并起来 即增加观测数 数据集的串接 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 简单串接 简单串接 就是将所有要合并的数据集 简单的叠放在一起 我们通过set语句 来实现简单串接 数据部的一般形式 如屏幕所示 在每个数据集名后 可附加选项 来规定 在读入该数据集时 对变量和观测进行的操作 新生成的数据集 将按照set语句中 数据集的顺序 读入每个数据集 并将包括 所有数据集中的变量 如果原来某个数据集中 没有此变量 则认为是缺失值 二 排序传接 如果需要各数据集中的观测 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串接 除了使用set语句外 还要使用by语句 此时 数据部的一般形式 如屏幕所示 其中 by语句 用于指定分组变量 使得在 串接后的数据集中 观测数据 按照此变量的声序排列 注意 在使用by语句前 各串接数据集中的观测 也必须按照 分组变量的声序排列 如果按降续排列 则需要在 by语句中的变量名前 加上选项 descending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数据集串接的例子 在第一段数据部 我们建立了数据集 data1 并且使用 input语句 输入变量 number 和province 其中 变量number 表示序号 变量 province 表示省份的名称 cross语句 提示下方有 三个数据行 在第二个过程部 我们建立了数据集 data2 使用input语句 输入变量 number 和city 其中 输入变量number 表示序号 输入变量city 则表示 城市的名称 为 字符型变量 cross语句 提示 下方 有两个数据行 最后 我们 新建一个数据集 data3 来实现 对数据集 data1 和data2的串接 sat sat语句 指出 我们实现的是 简单传接 在完成这段 SaaS程序后 我们单击 工具栏中的 运行按钮 查看 sat 资源管理器窗口 双击打开 数据集 data3 我们可以看到 串接后的数据集 显示 一共有 五个观测 但是 观测的顺序 是按照 原数据集的顺序 进行 简单拼接而成的 为了实现 数据集的 有序拼接 我们 回到 程序编辑器窗口 将第三个数据部 修改为 即添加了 8语句 表示 现在进行 排序传接 我们 我们再 运行 第三段 程序 再次打开 数据集 data3 现在 我们就可以看到 观测 将按照 numbered 声序 进行排列 数据集的 并接 数据集的并接 是指 将多个数据集 横向合并起来 即 增加 变量数 在进行 数据集并接时 要用到 merge 语句 merge 语句的作用 是将 多个数据集中的观测 合并为 一个观测 其语句格式 如 屏幕 锁式 在 墨值 语句中 至少要有 两个数据集 在每个数据集后 可 添加选项 来规定 读入 该数据集时 对 变量 和观测 进行的操作 如果 不设置 选项 则读入 数据集中 所有的变量 和 所有的观测 数据集的并接 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 简单并接 简单并接 是将 合并数据集中 观测 逐个并接起来 即 将一个数据集中的 第一个观测 与另外一个数据集中的 第一个观测 合并 第二个观测 与另外一个数据集中的 第二个观测 合并 这样依次 进行下去 我们通过 墨值语句 可以实现 简单并接 数据 数据部的一般形式 如 屏幕 所示 在新生成的数据集中 观测总数 为 各数据集中 观测 各数的 最大值 在合并时 如果某个数据集中 已没有观测 则认为是 缺失值 如果 各数据集中 有 共同的变量 则 合并后 新生成的数据集中 只出现 一个变量 其值为 墨值语句中 最后一个 含有该变量的 数据集中的 观测值 二 匹配并接 匹配并接 是把 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 数据集 按照 某些变量的值 进行并接 通过联合使用 墨值语句 和霸语句 来实现 为了进行 匹配并接 各数据集中 必须 至少有一个 共同变量 而且 都必须按照 这些变量 进行排序 使用 匹配并接时 数据部的 一般形式 如屏幕所示 在新生成的 数据集中 按照 分组变量值 进行对原 各数据集中的 观测 做 匹配并接 如果有多个 匹配的 则对所有的组合 进行拼接 如果不匹配 则认为是 缺失值 下面我们看一个 数据集并接的例子 在这段 在这段 SaaS程序中 第一个 数据部 我们新建了 数据集 Class1 使用 input语区 输入 输入 输入较量 name sex 和age 分别表示 学生的 姓名 性别 和年龄 在 第二段 数据部 我们建立了 数据集 Class2 使用 input语区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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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sex height 和weight 分别表示 学生的 姓名 性别 身高 和体重 在最后一个 数据部中 我们建立 数据集 Class 来实现 对以上两个 数据集的 并接 其中 merge语句 指出 要并接的 两个数据集为 Class1 和Class2 再通过 把语句 指定 进行 匹配并接 规定 分组变量为 name 在完成这段 SaaS 程序后 我们单击 工具栏中的 运行按钮 提交运行 查看 SaaS 资源管理器窗口 双击打开 数据集 Class 就可以看到 并接后 数据集的 形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